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 台湾同志游行将在10月29号盛大举行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 特别邀请工人作家林立青 与无家者们组成的游戏社创 在市府前的彩虹递景 与观传局长及台湾同志游行主办单位 在游行前夕一同刷亮彩虹起跑线 象征刷去这两年疫情的阴霾 也刷亮彩虹活动 观光传播局长刘毅廷 与市议员李建昌 手拿高压水筑枪冲袭彩虹跑道 一下子污渍就被冲洗得干干净净 每年吸引十多万人次参加的台湾同志游行 将于10月29号盛大举办 而位在市府前广场的彩虹起跑线 是游行的起点与终点 因此观光传播局特别邀请工人作家林立青与吴嘉哲们组成的游行社创 在游行前夕一同刷亮彩虹起跑线 象征刷去这两年的疫情阴霾也刷亮彩虹活动 我想如同我们这次跟游行社创的创办者林立青老师所提的一样 除了我们是给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在社会上平时需要帮忙的朋友们 跟他们有个合作之外 目的我想在国境解封之后 逆经了900多天再次迎来国外观光客 那我们藉由今天在府前来清洗这样子的采用地景 我们迎接10月底的最大的一个同志的一个游行活动 那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都能够看到台北市都已经做好准备来迎接这样子的国境开放 那洗地的一个活动虽然只是一个开始 但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不管是任何一个时间都能够来跟游行社创做个合作 把台北市更多的地方做个清洗干净 让国人能够迎接在这个国境解封之后的国外的观光客的来临 我长期一直支持我们性评浅我们同志这个全力的这个运动 从我从政到现在二十几年 从大学到现在我对这个运动的宗旨跟认同是从一而终的 所以我在担任这个思议员的角色上面 如果有审查提案或是审查预算的话 我是极力在市议会能够促成它 那今天我们台湾已经开始解封 而且外国的观光客会来到我们台北这个观光都会 所以我们今天来参与这个活动 我们希望在我们台北市所有的这个彩虹地景 都能够借由我们这个工部门跟这个民间的单位合作 能够把它洗刷干净来迎接新一坡的国际观光客的来临 我相信这个配合者十六十九号我们下午我们有想大游行 我们要让国际的友人知道 我们台湾台北是一个民主开放多元的一个社会 好我们当初就是去年疫情的时候2021年嘛 那我们我的区我家乡在万华区 那你就会发现大家都没工作了 没工作很怕你也没招那怎么办 那时候想说要帮他们找工作 讲了半天之后我做工的嘛 我就帮他们做工开始洗什么红楼啦 剥皮疗啦保障眼啦洗着洗着 原本想说赔钱赔完就算了 结果没赔钱还赚钱 那我就聊楼可以开公司 那你看这家公司我每天在说快倒了快倒了 可是从一月开到十月还没倒啊 对嘛我们左边洗了一个彩虹地景 右边洗了彩虹起跑线 官传局长刘怡婷表示 台湾同志游行是亚洲第二大同志游行活动 去年因疫情取消 如今迎接国境全面解封 台北市在十月也推出许多彩虹活动 包括首次推出英文导览专场的彩虹观光巴士游城 以及彩虹自由行优惠组合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踊跃报名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 召开分局即派出所联合社区治安会议 邀请民意代表各里里长金融业 机关学校等单位出席参加 针对层出不穷的诈骗案 还特别邀请动灵女神吴文轩 现身说法被诈骗的经验 呼吁民众要小心判断 避免被诈骗 欢迎现场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 召开的分局即派出所联合社区治安会议 警方除了详细说明辖区内的治安状况之外 也特别针对层出不穷的诈骗案 邀请到艺人动灵女神吴文轩现身说法 进行防诈宣导 吴文轩说自己遇到了贵妇型诈骗 被骗了将近千万元 我当初的例子就是认识20年的贵妇 她告诉你说我每个月拿利息一两百万 然后她在认识她在介绍另外一个她的上限 也是说她贵妇 她就在我面前拿了500万现金出来 说这是她这个月赚的 当她拿500万现金你知道那个证金 哇你就会莫名其妙就会心动 所以这也是诈骗极端一个方法 就让你看到现金 这应该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惨痛经验 因为我大概被诈骗了大概快 不到一千万将近一千万 所以真的是非常惨痛的经验 那今天是来特别宣导 说因为诈骗集团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要小心的是只要你要 只要有人跟你讲高报酬率 高回报率然后高利息 高杠杆 那一定就是诈骗集团 然后再来是诈骗集团要小心 都是穿金带赢的 看起来像有钱人 你就觉得说他应该不会骗我吧 因为他穿金带赢开跑车带赚表什么 或是贵妇或是什么的 错了 通常都是这种人呢 他才会去诈骗你 因为他就让他把自己穿的光纤亮 就是让你知道说 我是靠这个赚钱的 所以你要相信我 他们都是用这招 然后再来就是诈骗集团很容易呢 拿一堆现金在你面前给你看 给你看说这是我这个月赚的利息钱 然后就会影响大家的那个感觉 看到钱就眼睛就开了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诈骗集团呢 还会叫你加码 一开始呢可能叫你小小投资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小投资三万应该OK吧这样子 然后等到你投三万 然后你可能给你一万 就是哇赚蛮多的 然后诈骗集团一定会先从小的开始骗 然后给你一点甜头 等到你收到甜头的时候 你就哎不错 好像我真的有拿到利息 我回来哦 然后他就开始叫你慢慢加码 就跟你讲说你再加个三十万 可以得到多少钱 再加个五十万 到最后就是直接给你加 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 所以其实很多诈骗集团 他们的手法可能一开始会让你觉得 他应该不是诈骗集团 错了他就是诈骗集团 不要讲太多 他就是诈骗集团 所以要注意身边的人 然后再来是身边 只要任何人跟你讲有任何投资 我跟你讲 现在事到不好 没有什么投资是可以告诉你可以赚几%的 那都是假的 是不可能的事情 南港分局也指出 像是假投资或是海外求职 这类的诈骗一再发生 透过这场治安会议 向地方民众来宣导 希望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 那我们今天会请到这个我们这位艺人吴小姐到厂来做现身说法 最主要是因为她在她的家人以及她个人都亲身经历了这个诈骗的这个状况 这个也遭遇到一些被诈骗的这个案件 所以她也很乐意来利用今天的这个场合来现身说法 那藉由她是她这个被诈骗的过程能够提供这个宝贵的经验 希望能够让我们今天的与会的来宾回去之后 能够将这个经验分享给她的亲友 给她的家人 诈骗的这个形态 最主要的投资诈骗 它的诈骗的款项是会比较大笔的金额 它都是以一般的高报酬的方式来做的话术 来引诱你去投资 然后受骗 另外一般的这个 比如说还有这个解除分歧付款 还有可能一些相关的购物的诈骗 它在网站上面刊登相关的物品低于市价 然后你跟它做一个下定之后 可能就会有很多诈骗 包含它可能寄来的物品 与实际购买的物品 这个价值不一样 或者是以其他的物品来做充当 相关的这个诈骗 另外还有时下的这个感情的这个交往 交往的部分 交往诈骗的部分 也是一个很多年轻人受骗的这种情形 今天与会的代表 我们跟他们算是最紧密接触 而且他们对于南港的在地的治安 也最关心 也相当的了解 我们藉由这一次座谈的机会 跟他们做充分的意见的交换 以及沟通 来作为我们日后相关 治安维护情务的 我们做一个滚动式的这个修正 希望我们警民合作 能够为我们南港地区的治安 再尽最大的心力 来创造一个比较优质的这个生活环境 那这个很感谢我们各位乡亲 帮助我们警方 维持我们南港的治安 我们南港呢 可以说是现在台北市 重点发展的区域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无论中央也好 地方也好 都不断的对我们南港投资 这边的产值是非常的高 那么治安一定要维护好 才能够让我们的厂商 让我们在这边工作的同仁 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 那我们南港的治安 可以说是在各位的协助之下 表现得相当的好 各位相信 我们是不是先给我们南港分局 所有的同仁掌声 给他们先鼓励一下 多位南港区的里长 金融业 机关学校与民意代表 及服务处的主任 都踊跃出席这场治安会议 警方强调 政府已将扫黑 速枪 弃毒 打炸 列为重点工作 也期望民众多给警方支持 透过几名合作 共同打击犯罪 阻绝歹徒诈骗的机会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超口感米食台南20号出炉 农委会改良厂成功选运出 节能减碳又具好味道的新品种 为国内食用米市场 挹注新活力 白米呈现半透明 有如牛奶般朦胧外观 米饭带有丹雅香气极光泽 热饭口感轻柔 冷饭Q弹 水道新品种台南20号出炉 糙米烹煮时更无需浸泡 民众王后又多了一种米食新选择 实际上它有节水减碳超口感 大家我们这边有画一个小人 好吃到不行 好那这个品种它实际上 大家都知道目前台湾的水道 台南11号栽培面积超过64% 那面积非常的大 可是呢它是会就是每年的倒热病 是一个感病的品种 虽然它的产量好 可是这个对台南厂来说 就是一个原罪 我们育成了 我们必须要把它改好 所以呢在这边 倒热病是我们第一个要克服的 然后第二个 我们大家刚刚主持人有讲到 水道我们怎么样 把我们的米食可以复兴起来 大家现在的早餐都是吃小麦类的东西 那怎么样是一个好的水道 所以我们台南14号当时在育种的时候 它就是引进了日本的牛奶皇后这个品种 那这个品种它的好处呢 就是它的热饭的时候软嫩 冷饭的时候Q弹 甚至它的糙米 糙米哦 像我这种很不会煮饭的 每次要我泡 然后泡我就忘记了 那它不需要泡 然后它的糙米更好吃 所以引进了牛奶皇后 然后我们育成了台南14号 可是当时发现它在推动的时候 还是有一些些缺点 所以呢 我们又把它在跟台肯4号 它是有芋头香 所以我们这一个毕成的妈妈 然后在跟台农84目前抗道热病最强的品种跟他父亲杂交出来就是台南20号 那这个品种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我们108年的高级试验的结果 我们在不管是生育日数 猪高产量 其实跟台南11号都是在这个差异不显著的范围 也就是它的产量其实是跟台南11号 那换句话说 这个对农民来说 假设他今天鼓励他来种台南20号 他是可以接受的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看他的这个抗病性 那我们都知道 他的抗病性 在 这边 他在台南11号的话是极杆 那我们20号的话是中抗 所以他的效果很好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 农委会现在在推农药减半 那他实际上的贡献度在哪里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用了冠型的台南11号 跟我们用IPM的台南20号来比较 那实际上农药的用量 他可以减少一公斤 然后农药的成本可以减少600块 那这个对农民来说 更是一个他们可以接受的部分 那同时在IPM 我们在这边也有做了 我们利用一些新费洛蒙的诱饮 然后知道先监测 然后适当的时期再来施药 这样子农药的使用量 可以更少 因应气候变迁 节水减碳 农委会迎合消费者 对米饭的需求 历经九年育种 成功选育出节水减碳 又具口感的新品 台南20号每公顷减少21% 约2500公顿的灌溉水量 缓解缺水危机 同时减少碳排放 产量稳定 又具备倒热并抗性 提升农民田间管理技术 及友善环境 也将季转嘉义线推广生产 那尤其这个品种 在整个这一个 近年排放减碳 解水 非常有显著 那嘉义线是一个农业线 那我们自己在整个一个 土地的一个生产上面来讲的话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产地 那今天特别我们厂长 这边台南改良厂这边 特别在我们这一个 尤其是台南厂是在我们嘉义入草 所预成的 那当然我们亦不容辞 我们今天特别上来 来跟我们农国会这边 改良这边签订的 这个纪转的这一个 签约仪式 那我们也希望是说 把好的产品留在我们自己的嘉义 那未来来讲的话 我们希望是说 这个好的这个产品 然后我们也透过好的这个行销模式 我想嘉义政府在最近这几年来讲的话 我们已经大概透过所谓的这一个 嘉义优先的这个品牌 那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也透过这个机制审核 目前有138加406项目的产品 那透过我们嘉义优先的这一个品牌去行销 那不管是在我们国内的所有的大通路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买得到 这么优质 由嘉义县政府认证保证的这个优质农测产品 提供给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那这个谈20号 我们也希望是说 未来推广成功了以后 那我们希望也能够把它建立一个品牌的名称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品牌 也让我们嘉义优先里面的这个品牌 去推广给我们的所有消费者 大家一起来享用 水稻它在全台湾 它的栽种面积是最大的 最主要的一个农作物 它除了兼顾我们的粮食安全以外 它对于农村经济 还有我们的整个环境生态 都有着非常大的贡献的功能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水稻产业 能够在台湾永续的经营下去 是我们农委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 那为了让我们国人能够吃到 我们在地新鲜 而且非常优质 可以低碳的这样子的产品 我们全国的各个试验改良厂 费了非常多的心力 在育种上做努力 那我们今天更开心的能够看到 我们台南去能够改良厂 除了育成这个 刚刚我们土豆人还有厂长都有讲到 温饭的时候呢是轻柔 哇这个形容词大家都很难想象 大家等一下可以试吃看看 热饭的时候轻柔 冷饭的时候Q弹 那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它在糙米的时候是不需要浸泡的 那在我们一般来讲 像我们家庭主妇 在煮饭的时候很希望提供给孩子们家人 是一个优质 然后营养素能够保护的最好的一个 一个稻米 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糙米 但是糙米呢 它通常就比较粗硬 所以要先泡 那也有很多婆婆妈妈推荐说 你就白米三 糙米一 这样子去做混 是口感最好 家人最容易接受的 但是好咯 白米三 糙米一 我要先提早几个小时去泡我的糙米 然后再来煮 我想现在的家庭主妇 很多都职业妇女 不太可能做到这样子的事情 像我回家 哇能够赶快把米洗一洗放到电锅里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所以在台南20号 它有着这个糙米非常的软嫩 然后粘性又很高 可以直接不需要浸泡就可以烹煮 所以所有的婆婆妈妈都可以提供 非常好的优质的营养的 把整颗稻骨的这个营养元素 通通保留下来 让让我们的家人能够吃的幸福又健康 另外刚刚厂长也提到 我们为了净零排放的这个目标 所以在这个水道利用我们干湿灌溉的方式 台南20号呢 它每公顷就可以节省2500公顿的灌溉水 刚刚厂长也说 如果我们推广1000公顷的话 就可以节省半个宝山水库的这样子的一个蓄水量 再加上它抗我们的稻热病 所以它的用药可以减少 也可以减少农民的一个支出 所以这么好 不论是低碳 然后又可以友善环境 减少农药的这样子的品种 是我们要强力推荐给所有的农民来做栽种的 那另外我们也很期盼消费者 能够跟我们一起来享用这么优质的 那我们特别的感谢嘉义县政府 执行力那么好的嘉义县政府 可以跟我们的台南区农业改良厂合作 让我们能够很快速的达到1000公顷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然后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 能够享受到美好的台南20号 也更期盼农民可以借由 种到种台南20号 来爱护我们地球 爱护环境 然后也让自己的收益增加 农委会也借此推广食农教育 推荐民众除了西式早餐外 可以考虑中式早餐 利用米饭原型食材制作营养罐 外形又美观 兼顾健康和美味 记者文君台北报道 假意线假意线的食材 HOME PLUS中家宽评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剑计划开始啰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通负奖励能力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金坤戏说 成神殿和魔幻金剧摩迪 是金剧大师李宝春与台北新剧团 近年来精心创演的新编大戏 将在台北国家剧院 台中国家歌剧院盛大登场 这回口碑加演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千万别错过 由金剧大师李宝春与台北新剧团 近年精心创演的新编大戏 金坤戏说常声店 尝试以全新创作的音乐 将金与坤无缝接轨 并以双声双淡 诠释唐明皇与杨贵妃的 七美爱情故事 由于金剧与坤曲的唱腔节奏都不相同 要将两个剧种完美融合 便是一大挑战 这些的妙处在哪呢 金坤的结合呢 就并不是两块 坤曲唱坤曲 金剧皮黄唱皮黄 而是呢 坤 金 衔接的非常的巧妙 非常的紧凑 所以呢 我们这个两个杨贵妃呢 是来回的串着 一会儿和金剧的唐明皇在一起 一会儿和坤曲的唐明皇在一起 所以呢 整个的戏呢 充分发挥了我们这个 金坤两个剧种的一个优势 一个谈情说感 一个生死离别 确实有得看 最困难的地方呢 也就是说这个戏 如何让人觉得顺耳顺眼 而且呢 连贯性 而且不别扭 你比如说 从坤的到金的 怎么能顺过来 又在一个剧情里面 又在一个情绪里面 两个能够怎么互相搭配的融合 这是一个大的挑战 另外我们还有非常精彩的舞蹈 那个马舞 那个气势 完全突破了传统的城市动作 我们有那种真正舞蹈的那种感觉 整个的气势和我们这个戏 戏说非常的融洽 那么这出戏啊 从昆曲的角度上来说呢 有很多的经典桥段 都被收纳在这出戏里头了 从那个杨贵妃 跟唐明皇的爱情的衣始 也就是定情刺和开始 我们一直把这个戏贯穿到迎向枯向 也就是他们两个人生死两秒盲的 这样的一个 这么一个天人永革的这样一个桥段 所以呢 从头至尾 我们选择了很多的 昆曲当中的 非常典型的这样的经典的桥段 比如说小燕金变 还有影响枯向等等的 都是非常好的好戏 魔幻金剧摩迪 则是借用莫加特著名歌剧的情节元素 运用戏曲虚实共融的手法进行创作 去年底在国家戏剧院首演爆棚 引发热烈回响 这回口碑家演场 从音乐唱腔到对唱之间的衔接 都更加细腻密合 要打造升级版的魔幻森林之舞 音乐上呢 刚才大家也听着这个 那个感觉啊 和传统的皮黄也有不同 这个戏其实呢 真的叫老少都合适的一出戏 因为它有非常生动的舞蹈 因为这戏是神话嘛 跟长生殿那个神话又不一样 长生殿是你感觉是人 这个戏呢 我们就是人神呢 把它弄得稍微的混淆一点 让大家呢 从意思上 从艺术上都能够体会到一些寓意 寓意什么 意思就是和谐为快 我们从艺术上呢 就讲我们京剧的容纳性 一个包容性特别的强 虽然是莫扎特 我们叫应该叫什么 老前辈了是吧 老前辈的名著 但是经过了 我们钟耀光老师的 重新的编排 又有了戏曲的味道 所以大家看着 好像又耳熟 又有新鲜感 上面有那个月亮 就是说明它 就是非常有权势的一个女王 所以呢 我头天呢 就先演温情的杨贵妃 第二天要演一个 非常有权势的女王 只有 我觉得只有在舞台上 才能享受这个 可以来回切换角色 体验不同人生的这个感觉 希望我们的演出 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享受 和不同的美感 金坤戏说长生店 11月5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 先演出一场 之后于12月17 18日在台中国家歌剧院 演出两场 而金剧魔笛在11月6号 在台北国家剧院 演出一场 喜爱新编金剧的观众朋友 可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 每年10月是国际乳癌防治月 台湾乳房医学会 台湾年轻病友协会 与乳癌社团花样女孩 够够够 特别携手实力派演员 徐伟宁 拍摄乳癌未教影片 呼吁女性朋友定期筛检 早期筛检 早期治疗 面对乳癌不要畏惧 现在治疗已经更加多元且精准 透过早期术前辅助治疗 你不再只有全乳房 切除手术的方式选择 更有机会保留乳房 维持好的生活品质 了解自己的治疗方式 与医师主动讨论 延续美丽精彩人生 才能留下最多幸福 对于就是自己检查自己的乳房状态的时候 其实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母亲就给我这样子的观念 就包括说你实时要检查自己的 你的外形 然后或者是有没有分泌物 或者是有没有疼痛感等等 这些都是在很小的时候都知道的事情 然后一直到 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到了27岁的时候 有一次在检查自己乳房的时候 突然发现好像有一颗像绿豆大小的 没有痛感 所以当时就及时决定说 那就要去照一下乳房 光跟超义活 那当时在等待的心情 是非常非常焦虑的 可是那经过这一番检查之后 医生跟我说 可能是荷尔蒙的金钱症候群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我觉得 双目对于一个女生来讲 那是更重要的 如果我今天早期发现 我多多的爱惜我自己 我多多的检查我自己 其实就可以更多的防范于未然 台湾乳房医学会理事长 陈守栋指出 目前乳癌治疗多元化 而且精准 癌有不再只有全乳房 切除手术的方式选择 透过早期术前辅助治疗的帮助 不但手术前有机会缩小肿瘤 也可以减少大范围乳房切除 或是免除淋巴扩清术 提升术后的生活品质 初前辅助治疗 它可以让五个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 它可以减少整个乳房切除的比例 增加乳房保留的比例 大概可以增加40% 那另外第二个是 它可以减少淋巴清除的比例 它大概可以有40% 本来要清淋巴的可以不清 可以避免要以后的淋巴水种 第三个它可以预测病人的预后 如果术前辅助治疗 总的说得很好 说得完全找不到癌细胞 它预后是好的 如果总的不缩小 它预后是比较差的 所以第四个它就可以 等于是预测这个药效 那第五个它我们可以根据 它有没有残留癌细胞 那当成术后辅助治疗的 进一步参考的资料 术前辅助治疗其实最重要的 最常见的是术前化学治疗 跟术前的同时合并的标靶治疗 那标靶治疗 双标靶再加上去效果是最好 当然也有人用术前的荷姆治疗 它缩小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最近也加上了术前的化疗的时候 同时合并免疫治疗 这样子也看到效果是增加的 术前辅助治疗只要是肿瘤太大 想要保留乳房都可以尝试 当然在乳癌的各种分类里面 更适合的效果更好的 那就是荷尔蒙是那种 表白阳性的 就是喝吐阳性的这种肿瘤 或者三阴性的 因为这种肿瘤 术前辅助治疗 它缩小的效果是更好 那另外病理科找不到癌细胞的比例 可以达到 如果是喝吐阳性的 它甚至可以达到 60到80%的找不到癌细胞的比例 那三阴性大概40%到58% 这样报告的找不到癌细胞 所以这两种类型是最适合 术前辅助治疗的 罹患喝吐阳性乳癌患者的Tracy 她以自身的经历分享 透过早期术前辅助治疗 让她治疗过程顺利 也能保留乳房 因为我看了三个医生 那每一个医生 每一家医院 其实医生建议的方式都不一样 那因为我在寻求 第一家跟第二家的时候 两个医生讲法就不同 一个是建议先切除 那一个是建议先术前治疗 那因为当时对我来讲 其实是陌生也模糊的 我根本不知道也不懂 到底为什么要先切 或者为什么要先治疗 我只知道我很害怕化疗这件事情 那后来寻求到第三家医院 这医生就告诉我说 解释得非常的详尽 为什么要先做 术前治疗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要先去判断 这个药物对我的肿瘤 是不是有效果 如果对我的肿瘤有效果 那我就可以把我的肿瘤 甚至淋巴的癌细胞 全部打掉 那如果今天这个治疗 是有效果 我切除的面积就会变小 我就不需要去做到 全部的切除手术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淋巴扩清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们乳癌患者来讲 它是一个在生活上面 非常不便利的一件事情 因为两只手的状况 是不一样的 那它甚至可能没有办法 完全举起 也没有办法行动自如 你可能术后在照顾上面 其实需要花费 更多的时间跟心力 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其实我真的很幸运 也谢谢医生就是让我知道说 术前治疗的重要性 就是让我的肿瘤缩到最小 然后在手术的时候呢 我能够开的面积是最少的 然后保留到自己的乳房 让我现在其实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对也许他做了部分切除 可能不是这么完整 但是他还是我自己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 今天这个活动 就是把乳房还给自己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然后再过来的话 就是领巴扩清这件事情 让我完全不需要动到 我只需要取出11颗领巴 那这领巴取出来之后 又是完全病理反应 完全没有癌细胞 所以我才说这个过程来讲 其实真的非常幸运的 建议就是不管是年轻的女生 还是像我们可能已经有到了一定的年纪 因为我离癌的年纪是42岁 可是我知道现在我们在癌友社团里面 其实有很多可能20出头的女生 其实就已经有乳癌的状况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只要在经期过后之后呢 其实真的要自己早塞早治疗 因为你要定期的去做自我检查 你才能够发现到问题 那当然在我们发现有状况的时候 除了要找到有医员的医生之外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必须要就是做详细的检查 因为我当时第一年 如果就有做乳房摄影 不是只做曹云波的话 我相信我可能不会到二三期 对 那如果说我在一发现二三期的时候 我又拖到的话 可能状况又会更严重 所以其实我真的还算蛮幸运的 就是说找到一个很好的医生 然后呢也让我就是治疗的过程 是非常顺利的 也许过程是辛苦的 但是至少我现在愈后的状况 是非常良好 然后只要持续的追踪 然后持续的就是打停经针啊 吃抗荷蒙药 其实对我的身体来讲 其实我现在就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对 我们的台湾年轻病友协会 目前在就是病友社群里面服务的病友 大概有五千位年轻的乳癌病友 年龄大概都是四十五岁以下 二十岁到四十五岁 那可以想象这样的病友 他面对人生的冲击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我非常喜欢今天的主题 就是保留最多幸福 把胸部还给自己 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年轻女性的病友 他其实会为了就是 第一个是害怕化疗 再来就是害怕就是胸部不是自己的了 因为这样的原因 放弃治疗的病友真的非常多 曾经有病友他打电话问我说 米娜你已经做完全部的治疗 我三十二岁确诊日晚 我做了十二次的化疗 十七次的标法 又做了三年的停经针 又做了全切的手续这样子 做了很多 他就问我说 你一路坐下来 有没有觉得这是很痛苦的 你会不会觉得撑不下去 我觉得不会 因为很感谢就是有就是 乳房专科的医师在守护我们 然后就是督促我们往前 但是很多病友 其实并不知道 他们会很恐惧 对未知感到很害怕 那位女性打电话给我问我说 治疗真的这么可怕吗 我们跟她说不会 真的不会 你过了就过了 你会用来很短的这个辛苦 换来一辈子想做的事情 想要的幸福 那我还记得半年后 那位病友跟我联络说 诶米娜我跟你说 我已经做完治疗了 就是我都顺利完成 真的没有你讲的这么 就是真的不像我看电视也这么恐怖 电视连续剧都非常恐怖这样 他就说其实那个时候 我跟你联络的时候 我有考虑要轻生 就是为了要躲避就是治疗 然后为了要躲避就是入房的手术这样 那我们很感谢那个时候 我们有通上电话 也帮助他一起度过了 我们携手度过了这个难关 所以卫教 在后段的卫教告诉各位怎么来处理 在前段的卫教我还是要重生 早期的预防是透过筛检 我刚刚告诉各位很多的时针 但是更早期的是叫做预防 所以怎么透过我们的运动 怎么透过我们的这个饮食 来调节我们的身体 最重要的我们要呼吁所有妇女朋友 情绪的稳定 心情的稳定 国健署提供45到69岁的女性 以及40到44岁有家族史的女性朋友 每两年一次乳房X光摄影检查 医师也呼吁妇女朋友要定期筛检 才能早期筛检早期治疗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由公益信托林玉玲 宏泰教育文化公益基金 携手财团法人林玉玲 宏泰教育基金会 办理的玉玲台湾奉献奖 至今已颁发5个奉献奖 14个鼓励奖 110个甘领奖 今年第六届玉玲台湾奉献奖得主揭晓 由财团法人 甘病防治学术基金会获得殊荣 肯定甘基会28年来 推动台湾甘病防治 及创新研究的奉献 我想要相对甘病 不是一触可及 但是假如有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 像玉玲基金会 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或企业 他们能够预服百应 一起加入保肝的行列 我们消除肝病 根除肝病的支持 就会更早到来 未来十年 我们主要的消除肝癌 早期发现肝癌的 最重要的手段 就是全民护肇运动 台湾的狗犬 不管你有没有鼻吸肝 每个人一定要一年至少做一次 假如你有鼻吸肝 至少半年要做一次 这样的话 肝癌就不会太晚才发现 就不会造成悲剧 今年也颁发五个鼓励奖 分别由财团法人 立新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 上河歌仔戏剧团 财团法人 天主教耶稣会 台北新式社会服务中心 财团法人 台北市科学出版事业基金会 社团法人 台湾四十分之一 移工教育文化协会 获得肯定 主办单位 公益信托林玉玲 宏泰教育文化公益基金 执行长林洪南说 恭喜今年的得主 也感谢他们 为台湾这块土地的长期奉献 我们当时创办人 他就是觉得 这些默默为台湾 长期奉献的人 是很伟大 所以他就自己决定 要办一个台湾奉献奖 对 那我们一开始办 也就想说就是一位得主 但是林选委员他们自己在选的时候 就觉得 如果就这奖项只给一个人的话 感觉起来好像不容易做决定 所以我们就在第一届的时候 又追加了鼓励奖 那一路这样走来 其实我们是真的看到很多 很伟大的奉献者 所以我们当然办这个就办得 越办就感觉越开心 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真的就是在 长期为台湾奉献 那你会被这些人感动 那我们也慢慢的也体会到 就希望未来也能够帮这些 长期的奉献者 帮他们把他们伟大的事迹 推广给台湾的民众知道 那希望也能够感动民众 让大家一起携手来 来继续提升台湾 奉献奖得主 奖金新台币3000万 鼓励奖得主 奖金新台币300万 主办单位希望 透过育林台湾奉献奖的举办 让更多人学习 无私的奉献精神 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为台湾带来正面向上的力量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位在大湖里内的米粉坑溪 近年来遇到台风或强降雨 溪水就暴涨 造成里内大淹水 让居民苦不堪言 包括有一些阳光楼的 阳光屋的屋主 他等于是一半在地下室 那个部分整个都是淹满的 所以淹满的情况下 我们这边的淹水的状况 真的是很痛苦 都是泥巴水 不是清澈的水 都是泥巴水 所以一些过往瓢朋友 相对的一些电器用品 都是卡的一些衣泥在那边 为了尽速解决淹水问题 里长向市府争取新建沉沙池 而为了让地方民众与地主 能了解新建沉沙池的理念 里长特别召开地方上的说明会 也感谢地主能了解到地方民众的心声 我们社区的民众当然就了解说 我们为什么要兴建这样一个沉沙池 包括地主也能够充分了解 我们这一次的提案 争取的部分是沉沙池的部分 所以不是当初规划 制洪沉沙那个面积 那么大的一个区域 所以地主也比较能够释怀 应该可以比较接受小面积的征收 大概是从我们路口这个停车场 大概到这个竹林这边 这一带比较平缓的这个区域 那山坡的部分基本上 应该水利处不会去动到 因为山坡的部分有时候 还要做一些水保的部分 可能比较麻烦 我们希望说 该市政府该改善的一些 该兴建的一些设施 完成之后能够消除掉 我们这一些一楼受到水威胁的状况 能够排除掉 所以我们一直在争取 相关的设施的一个兴建跟改善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 举办这样一个说明会 主要是说明给地主跟乡亲他们了解 我们争取这样一个案子的理由 跟我们的想法 李长说他将持续进行地方上的沟通 如果顺利的话 预计明年下半年 能够启动沙池的兴建 地方民众也期盼 未来沙池兴建完成后 能解决淹水问题 让大家安心生活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似乎无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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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吉永市政府教育处推出了 111学年度学习行城市计划 与吉永市人安乐林中心合作 其中彩线飞绣画意呈现出 充满基隆意向的刺绣作品 令人大开眼界 一针一线 安安静静 课堂上的影法朋友们 在针线中找到美感与成就感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年龄 大概要参加这个活动 比较有点问题 结果发现来了以后 发现我年轻了很多 然后谢来跟李老师 真的我觉得帮助很大 政府有这个经费给我们 我希望下次能够多办几次 这种活动 让我们这些年龄的人 可以在这里 因为我们都是职场退休 在家里真的很无聊 尤其是疫情期间 我们也不敢出门 可是来这里我都每次都全勤的 我以前是不会画图的人 这个是我自己揣摩突然的图 所以我觉得很满意 所以下次有机会我会再来 跟老师学习很多技巧 那以后可能在生活上 会有很多美化居家环境 一件件的作品中 看见充满基隆异象的图像 基隆灯塔 镇冰色彩屋 游人 基隆雨 直当老师拿出 妙口惦记宫的创作 令人惊艳 可以跳脱我们古时候的秀法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时钟部分 就是比较活泼的秀法 秀是要配线 配色跟配线 所以呢 去看展览是很重要的 简单的手帕创作 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学生充满创意 发挥想象 与日常生活用品结合 提升生活美感 可能一开始就有点挫折感 不知道怎么秀 可是当他们秀完以后 发现到表情非常地漂亮 非常有成就感 然后我们现在延伸到 可以秀在手帕上面 所以实物性来讲 更实用 那他们就秀得更开心 那我们这期还特别地 我们请到了老师 有做美学的老师 有做行销的部分 还有做在配置 那再向我们15的 吕老师在教大家做 所以这一期来讲 他的学生非常开心 而且非常地充实 推广高龄友善的人文精神 为热龄族群 带来新的学习动机 人爱热龄 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再带您来看交通问题 金融市信义区的深溪路 被民众诟病车祸评传 怎么回事呢 一块来关心 骑士经过深溪路这个弯道 打了左转方向灯 准备左转穿越对象 但后方骑士反应不及撞上 而两车发生事故 过不到一个小时 那等一下 风银行车 一辆白色交车 也要左转 但后方一名女警 正要回派出所 一样来不及刹车 这里是金融信义区深溪路 上月29号上午 短短一个小时内 就发生了两起车祸事故 因为通往金融市区和快速道路 所以平面车流量大 再加上四下坡路段 旁边除了公车停等区 还有停车阁 只剩下单一线道 又没有红绿灯 不少车辆要转弯时 后方就容易撞上 而这个路段 旁边原本是划红线 这里住户多达7000多户 为了解决停车问题 市场府划设了路边停车阁 因此原本的四线道 缩减为两线车道 但从今年初开始 就已经发生至少10起车祸 这边是下坡的路段 下坡路段 然后再加上 这个左右两侧 都有这个停车阁 市政府划车的停车阁 它造成第一个是道路缩减 那第二个是斜坡 所以就是会造成这个 因为上下坡时间 这个有时候会塞车 然后有时候这个离风时间 因为这个下坡车速过快的关系 所以导致这个 经常发生 差状跟危险 基层地方的声音 在这个会看的时候都有提出来 希望可以将这个停车阁来注销 划设停车阁虽然能够舒缓停车问题 但路口事故频传 市政府恐怕要好好思考 要怎么兼顾居民需求及行车安全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 结果夜市前一阵子出现了一座作弊情侣党 在麻将冰果桌摊位上 趁老板转身时大胆偷换牌 两个人还露出得意的表情 根本就不晓得他们的一举一动 全被前方的监视器拍得清清楚楚 监视器画面拍下两对情侣坐在麻将冰果摊前 其中右边这对情侣一开始玩得很起劲 但发现老板一转身竟然开始 男子还趁着老板帮忙其他客人 背对他们时候偷换牌 再由女友秀给老板看 说有中奖过程中还不忘回头 看看有没有被发现 但其实这一切全被前方的监视器拍得一清二楚 所以这只是小小游戏 希望就是不要那么认真 就把它当作游戏玩在家里 你来夜市最主要是要开心 这样闹得老板跟你都不是太愉快的话 就不是很好 所以希望民众来 你来夜市开心 你凭你自己运气得到一个大奖 你一定会很开心很兴奋 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多的 反正你来也是就是想群开心 所以就尽量不要有这样的行为 业者事后教育影片 发现这对情侣党作弊天文警告 地点就在基隆庙口夜市 事后业者低调不愿受访 这一摊麻将冰果游戏玩家只要顺利 和排面上对上并且顺利连线就能够带走奖品 但这对情侣动手动脚 涉嫌作弊恐怕已经涉及诈欺罪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至于年底选举投票日 越来越经营选情也更加激烈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宣布成立反汇选小组 并与真信业者合作 在各区布设茶茶汇选小组 全面抓汇选 对不对 你看手机就可以看到你们了 超商的咖啡杯连接手机 就成为可以录音录影的收正利器 为了避免汇选影响选举公平性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英方面 宣布成立反汇选小组 除了呼吁市民拒绝汇选勇于检举 还与民间真心业者合作 透过专业的收正工具 加强茶汇力道 因为现在要抓汇选 不容易 没有人会光明正大的 一定是偷偷摸摸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取得证据 这种东西都有录音录影的功能 那如果说民众要居民检举 那只要说说以手机拍照 然后录音录影 或者是说就是以各种真性器材 来秘密录音录影 然后实名检举的方式 然后都不用担心 就是自己的情资会外携 曾有多次抓汇选经验的 前市议员失事民 或要担任反汇选小组召集人 戏称自己是老柯兰的失事民 也警告 有意买票的候选人千万不要以身释法 据我所知 现在的检警调已经布下天罗地方 以及通报机制 我想有心从事会选的这些候选人 大家真的要看清人的名 真的不要设法 不要犯法 蔡世英竞选总部方面 则邀请律师在记者会现场 具体说明可能涉及会选的样态 呼吁民众都说 这种你没有付任何钱 就去吃人家一顿饭 那吃了这顿饭之后呢 是不是说因为你吃了这顿饭 你就觉得说 OK我拿人家好处 我一定要回他 这个就会有嫌疑 这个就已经相当于 就会启动检警的这个真办 蔡世英竞选总部方面表示 反贵选小组与合作的真心业者 已经在全市七个行政区 布建相关人员 进行勤资收集与查会工作 呼吁市民一起来拒绝会选澳部 才能选出真正为民服务的好人才 去澳部 反贵选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